滇东北的宣威城是刘靖的家乡 十年前,中国的液态金属产业在这里破土萌芽 刘靖即将在这里利用液态金属超长的导热能力 开发一款用于笔记本电脑的散热产品 计量好的高纯度的夹、阴、锡等原材料被送至熔炼炉 仅300摄氏度就可将它们融化 静置,等待其冷却 2001年,刘靖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 液态金属计算机芯片冷却技术 后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也将液态金属散热技术列为未来前沿技术 此刻,倾斜的合金落入容器 转移至另一车间 搅拌均匀,即刻分装 计算机芯片,包括到今天摩尔定的设计的集成度 它非常挑战的就是它的热流密度可以达到甚至像火箭或者太阳表面那么高的 液态金属的导热力,它比水应该高出六七十倍 抽样送去检测 结果表明,新制的液态金属导热高的热导率超过28瓦每米每开尔文 是水冷效果的四十多倍 风冷的一千倍 这意味着 发端于中国的液态金属冷却技术 有能力解决高端芯片及器件面临的热胀难题 不久的将来,它或将成为高端计算机的标配 而流进关于液态金属的想象不止于此 在这个车间,改性之后的液态金属克服了密度、粘度和表面张力的缺陷 像墨水一样从特制针孔打印机头流淌出来 按照设计的电路图附着到机材上 这是流进利用液态金属超长的导电能力 而研制的液态金属电子电路板 原本复杂又耗时的电路制造 在这里变得唾手可得 这项发明不仅颠覆了电子电路的传统制造工艺 还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打印A4尺寸的电路仅需5到6分钟 线路精度达到40微米 制作效率提升近千倍 今天,出自这里的电路已经广泛应用于智能穿戴 物联网等诸多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创意最早源自一个困扰了流进很多年的难题 液态金属它实际上是一个实验科学 因为它的密度很大 所以不小心它飞溅下去 这是查不了的 你越擦越张 都没有办法 液态金属本身是导体 而且它趋力拐弯的各种图案 那么这样的沉寂在一定的基地上 是不是就可以作为电子电路 在刘靖看来 科研的乐趣不仅在眼前的成果 更在未知的新发现 当液态金属距离我们不再遥远 刘靖开始更为大胆的尝试 他用液态金属连接并修复受伤的神经 并计划推进其在医学上的应用 一旦成功 必将震惊世界 造福人类 过去五年 刘靖坚持定期举办科普活动 他认为有责任 让更多的孩子走进液态金属的大门 感知科学的魅力 3D电子手写笔 电子油墨 液态金属动力挖掘机 光伏叠瓦组件 激发了孩子们的好奇 也打开无尽遐想 自动传送带上直径6英寸的晶圆 单片价值最高是超过2万元 它们是芯片织木 也是世界各国竞相博弈的 另一个高科技材料 第三代半导体 在全面电计划时代 这是一种战略新材料 它可以让电动汽车充电速度提升一倍 它可以让特高压电网达到万伏前安等级 它可以让高铁动力系统损耗 降低20% 用它制作的电子元件 开关更灵敏 雷达 卫星 5G通信设备都乐于享用 寻根究底 它其实是碳化硅化合物 还有另一个略显高贵的名字 墨桑钻 1905年 法国化学家亨利·墨桑 首次发现天然的碳化硅晶体 后来也被称为墨桑石 天然的墨桑石外表无暇剔透 用作装饰品 甚至可以冒充钻石 不过 一旦人们把目光从对美的追求 转移到工业应用 就会发现 天然的墨桑钻表面凹凸不平 难当大人 因此 工业上用到的碳化硅 非要人工合成 纯度高达99.999%的碳化硅颗粒 是人工合成碳化硅的原料 它们被放入高纯度石墨干锅 碳底温度升至2300摄氏度 碳顶温度维持在2200摄氏度 碳化硅颗粒在炉底吸收热量 以原子为单位 向干锅顶部汇集 到达碳顶 碳原子和硅原子分别凝化沉积 它们按照1比1笔尖落作 这正是人工合成碳化硅的目标和目的 也是从200多种晶体结构中找到的最优方案 八千七百平方米的车间 共有三百五十台单精生长炉 这里也是中国最大的碳化硅产房 每个炉子都在以每小时五十微米的速度 小心孵化碳化硅 长成两厘米 大约需要一周的时间 按照锦翘的行情 现在立即下单 恐怕也要排到两年以后 五十三号炉的生长 宣告完成 严格意义上 出炉的是碳化硅定坯 一个圆柱形定坯 可以切成二十片晶圆 这是他的末世硬度高达九点二 仅次于金刚石 杰哥比想象中要难 工程师操作金刚线慎重下刀 四个金钉整齐粘合 迎着细线分离成片 最终形成八十个无暇的精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